男人只是不经意地看了一眼 却突然发现前面的女人有些不对劲 当他再次探头观察 竟然发现女人的手上也带着伤痕 而此时路边还停着一辆黑色面包车 便瞬间明白发生了什么 了解完情况他果断地走向路边 此时车里的劫匪正在骂骂咧咧威胁后座的孩子 殊不知自己发财的美梦就要破灭了 可不料男人还没完成热身 不经打的劫匪就已经被揍晕过去 于是他把蛋夹交给女人 并叮嘱他记得报警 便潇洒地转身离去 做完了好事 男人便又回到踢款机取钱 可谁知当他看到小票上的信息后 神情却顿时严肃起来 因为上面正是战友发来的求救信号 男人名叫杰克 曾是海军陆战队的一名军官 在参军期间 他领导过宪兵队的特别调查组 而这个名为弗朗茨的小伙 正是当年小组中的一名成员 虽然杰克已经退役 可他和曾经的战友都是过命的交情 得知好友惨死 他自然不能坐视不理 于是当即飞到纽约 与老战友内格力会面 二人阔别两年七个月 可彼此间的默契却依然不减当年 在简单地吃了几口面包后 内格力便向他讲述了案件详情 弗朗茨在一周前离家并失踪 然而就在几天后 他的尸体在卡兹齐山被警方发现 从受伤情况看 他在生前不但遭到飞人的折磨 最后还被人从直升机上扔下活活摔死 而就在弗朗茨失踪前几天 内格力曾收到过他的消息 想问一些他正在追查的案件信息 可不巧的是 当时由于自己正忙于工作便没有回复 等忙完了再找他时 弗朗茨已经被残忍杀害 由此可见 他的死因很可能与正在追查的案件有关 这时杰克想到 既然弗朗茨在生前联系过内格力 那么很有可能也给其他队友打去过电话 然而内格力却表示 案件发生后他已经给其他队友打过电话 但是无一例外都没有接通 杰克听闻立刻意识到不对 恐怕这件事并不是巧合那么简单 想到弗朗茨悲惨的死状 他们便怒从心中起 于是决定抢在警察前面救出凶手 为死去的战友报仇血恨 可谁知二人前脚刚踏出咖啡店 后脚就有个神秘的刀疤男拨通了电话 接着男人又找到杰克入住的酒店 买同门房查到了他的房间号 与此同时 杰克二人赶到弗朗茨的公司调查线索 然而刚一进门 就发现房间那一片狼藉 显然凶手正在找什么东西 眼看办公室已经破坏殆尽 二人本以为线索就此中断 然而随着内格力不经意的一瞥 却让他突然想到了什么 他推测以弗朗茨的聪明材质 一定会掩人耳目 将重要的东西放在一个每天都能见到 却最不会惹人怀疑的地方 于是二人马不停蹄来到对面邮局 然而很快问题又接踵而至 因为他们并不知道哪个邮箱是弗朗茨的 如果贸然进去试邮箱 很可能会被当成歹徒报警 但这难不倒机智的杰克 完成愉快的分工 内格力首先走进邮局 假装要买邮票吸引店员注意 杰克则紧随气候 趁机迅速猛开盲盒 然而手忙脚乱的样子 还是引起了路人怀疑 眼看就要暴露 内格力只能拼命干扰店员 但还是无济于事 杰克已经被死死盯上 好在最后时刻 他终于打开正确的邮箱 便抱起东西拔腿就跑 内格力见状也跟着开溜 很快他们就从邮件中找到一个U盘 于是火速回到酒店查看 然而刚打开门 内格力就瞬间察觉到不对劲 二人迅速举枪戒备 可此时的房间已经乱成一团 很明显有人进来地毯式搜索过 突然杰克发现房间里有个人影 他立刻给内格力试眼色 二人默契地缓缓靠近